什么?你还不知道? 咱河北有了首个世界自然遗产 它就是苍州的南大港候鸟栖息地 世界自然遗产是国际社会公认的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 不可替代的人类共同财富 目前我国已拥有15项世界自然遗产 4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世界自然遗产总数全球第一 那么南大港为何能成为世界级的自然遗产呢? 走,我带你去看看 这里是候鸟天堂 是典型的沼泽湿地生态系统 是迁徙季节时全球鸟类的客栈 也是众多珍稀水鸟的栖息繁殖地 湿地内现有植物237种 昆虫291种 鸟类271种 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16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52种 并有十几种陆生生物在此繁衍生息 鱼竹水草油鸟则粮木漆 从曾经的盐碱地废弃的养殖池塘 到如今水草风貌 生物多样性负极的湿地 这得益于南大港久久围攻的修复保护措施 清理湿地水面 养殖种植盐碱检棚等植被恢复生态 人工改造修复出适合鸟类生存的环境 监测一体化平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还有巡护人员365天24小时的巡护 让保护区内芦苇青瑶鸟鸟鸣四起 身一成功将河北的滨海湿地 类型自然保护地推向了世界舞台 是河北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 也让河北有了世界级的自然名片 南大港凝固着人与自然的默契 在百态丛生的珍稀水鸟中 揽阔生命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